你说两军交战 明知诸葛亮有预言在先 关公为什么会放走操作 忠义 关公的忠义之举 已成为后人的楷末 一个连忠义都不讲的人 又怎么会有兄弟之请的 先生 您这是想让我学习关公 关二爷 忠义固然要讲 但在诚如心中 还有更重要的事 那就是对三民主义的信仰 现在的三民主义 还是当年的三民主义吗 诚如啊 你还年轻 有些事情 你慢慢就会明白了 我董先生 但我还是想说那句话 山火河大头最听您的话 只要您能出面 他们一定可以弃暗投明走上正途 这就好 当年 大头他爹临死前 让你们弟兄三人立下誓言 今生绝不占一个匪子 可如今呢 供匪的供匪 刀匪的刀匪 他爹的话尚且如此 更不要说我这个先生了 现在不正好有个感谢归正的机会 不能再错祸 否则毁之完毅啊 先生 话又说回来 我虽然不赞成他俩为匪 可国军就一定会比赤匪刀匪强吗 先生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党无数革命练士 用鲜血推翻了封建帝制 因为只有民族统一 才可以真正地实现民主 民权 民生 三民主义绝对不是一句口号 这是中山先生的政治理念 更是我们的信仰 那赤匪 刀匪算什么 是我党国之大体 我成庐身为党国军人 那么赤匪 刀匪就是我的敌人 先生 如果您不出面劝阻 不是眼睁睁看着我们兄弟相残吗 正因为如此 我才跟你讲这份话 真正的兄弟之情 是什么力量也割不断的 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 才能真正体会到 什么叫兄弟之情 这里有我写的一封信 切记只有你们兄弟三人都在场时 方能拆开 我要说的话都在里面了 谢谢先生教诲 来 告辞 诶 芷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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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要上山呀 是啊 那下呢 他这两天 一直吵着要跟我上山见大头哥 不知道师座是否同意 大头哥现在是黑棋灰的二当家 龙教田有常年多病 这把交易啊迟早是他的 现在他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他会祈祷归顺吗 嗯 我想要是你带夏儿一起上山 情况也许会好一些 因为他毕竟是他的亲妹妹嘛 我也是这么想的 词兰 嗯 还有事吗诚如歌 嗯 我觉得 你应该小心提防 有人使阴昭暗害你 尤其是那个姓赫的 别和他走太近 是吗 谢谢诚如歌提醒 不用信 我一直在想 先生家的大小姐 不会是共产党吧 嗯 你此次奉命上山 必定是螳螂捕蝉 皇决在后 你自己一定要小心 男子汉大丈夫 关键时刻 千万不能诱柔寡断 嗯 我现在就去找张市长 希望他能同意 我带夏儿一起上山 再见 嗯 你说什么 要带夏儿一同上山 亏你想得出这搜主意 米拉啊 你让诚如把话说完吗 师祖 我是这样想的 以我三兄弟之间的情谊 大头哥和珊瑚 都不会把我怎么样 但是 想要让他们一下子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可能有一定难度 如果夏儿能跟我一起上山 那可能情况会有所不同 你要是劝祥昭安不成 匪徒将你俩扣下 那我们打也不是 不打也不是 这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吗 风险太大了 碧莱 什么事都没有风险 劝祥赵安来党国大事 没有风险 要我们党国军人干什么 啊 既然师祖决意以下 我何必来无条件服从 只是 你怎么总是吞吞吐吐的 只是什么 成如又不是外人 说 这夏儿和成如 马上就要成亲了 这婚事 怎么也得准备准备吧 带到成如凯旋归来 师祖您不是也说了吗 要替他俩好好操办操办 所以 这个时候 馅儿上山太不合适了 再说 这馅儿 上山以后 万一碰上了武山虎 馅儿 成如哥 什么时候上山啊 我都三年都没见过我大哥了 坐 思来想去 你还是别上山了 为什么 一路上多有不便 再说 后天就是我们大婚日子 张市长说了 要亲自为我们操办 一会儿 一会儿就有人接你去师部 你在那边布置布置我们的新房 这几天就住那里 什么地方也不要去 你一个人上山 把我留在家里 你别老往坏处想吧 安安心心等我回来 俗话说 长兄为父 娘亲就大 只要大头哥这次愿意招安 不但可以参加我们的婚礼 而且往后 我们几兄妹又可以安静的生活了 真的 馅儿必须留下 师祖 难道您就不怕 他上山返水移去不回 你的意思是 把馅儿扣为人质 师祖 我可没把话讲这么难听 如果 成如劝降不成 我们就要马上调动军队和民团 造成兵临山下之态势 迫使万虎山匪徒就范 必要的时候 就重兵围困 铲平万虎山 这 谈何容易啊 万虎山 地势险峻 义父当官万福莫开 如果能够一举剿灭的话 还谈什么 劝降昭安啊 只要我们将他心爱的女人扣在祖司镇 那样他彭成如也不敢不回来 你不是想把他们三兄弟 都置于死地吧 师祖 这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此次我有不祥的预感 他们三个兄弟见面 不妙 所以师祖 不得不防 用人不倚 疑人不用 我对成如此行充满信心 知道吗 据情报 是非早就在打黑棋会的主意 事不宜迟 事不宜迟 尚如必须要赶在他们之前 上万湖山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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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交给周司令 我们尽快续 好 去忙就忙 好 走啊 走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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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就是这样 汪彩茂 这是事先支付给你的赏金 事成之后 我们祖司镇剿粉基金 宁有重赏 记住 此次上山 不但要保护庞副官的安全 更重要的是 莫清山上的暗岛机关 听明白了 放心吧 二少爷 我会见机行事的 师座 庞副官 何掌管 这是 为了你的人身安全 擅自做了个决定 让汪彩茂陪你一同上山 这样相互也有个照应嘛 我说过了 只是去见我兄弟 不会有什么意外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嘛 带个生人去见我大头哥 恐怕不太方便吧 宾来 既然程儒执意不愿意带人上山 那就随他去吧 我向来不问过程 只看结果 程儒 你此去山高水潮 肩上的担子很重 我盼着你凯旋归来啊 程儒为了报效党国 一定竭尽全力 程儒 对吧 送你去陆访屋的词句 山崇水府遗无路 柳暗花名又一村 多保重 是 走吧 请 老汉 快点 山滑 据可靠情报 敌人已经得加进行动 估计也在打万湖山的主意 鉴于十大头是你大哥的关系啊 为了壮大红军的力量 组织上决令派你去黑体会上探 熟便他们加入红军 事不宜迟 马上出发 是 来 去 走 好 周司令 特委书记那边有消息了吗 有消息了 我提前带人在王村设下了牌府 准备接应特委书记秋风同志一线 可是 一直没见到他们 我觉得情况可能有变 所以赶快通知你 好 师祖 刚得到密报 抓了一条大鱼 共党 湘厄西中央分局特派员 湘西边区特委书记 秋风 好啊 这可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是共产主义邪说的理论讲 秋风老师是我最敬仰的人 既然 在碧京的路上 没有接到人 我想 是有八九 是出了意外 那怎么办 咱们要及时通知游击大队 让他们想办法组织人力 准备营救啊 好 走 特委书记 的确是一条不小的云 人呐 现在秋风二人 在通往湘西边境的时候 被宝京民团 瞿麻子的人歪打正着给抓住的 但是 瞿麻子的人 把他押往祖司镇的路上 又被黑棋会的人 错当肥猪 抓上了万虎山 什么 上了万虎山 对 上了万虎山 情况就是这样 特委书记秋风同志一行二人 还有可能被截上了万虎山 中司令命令你 无论付出多大代价 一定要想办法尽快营救他们 并安全转移到苏区 明白 老汉 走 走 能拿下秋风 就一定会在全国形成一个轰动 但是 我们这边如果是贸然行动的话 师祖 是开下决心的时候了 当短不断 必有大乱 如果放跑了共党特委书记 其后果 说说看 我们该怎么办 万虎山地势险要 山路崎岖狭狭窄 所以不宜大兵团作战 请师祖先调动陈国梁的那个营 前去围困 兵不再多 动静不大 装备要精良 到时候山上山下相互配合 收编不成 我们就铁匠出马 大自当先 可是 万虎山地势险要 一个加强营的兵力 恐怕远远不够吧 正因为地势险要 兵力再多也不管用 我要陈国梁那个加强营 在山底下埋伏好 封锁大大小小的路口 只等囚风一下山 我们就给他来个出其不意 好 通知陈国梁 加强营明天一早出发 师祖 明天早上出发 恐怕是晚了 部队现在就动身 披星待月 长驱直入 迅速赶到万虎山下 好吧 好 但是 一定要尽快通知到承儒 请师祖放心 我已经派汪参谋 前去报信了 就这么办 师祖 秋风的出现 是个绝顶的好机会 我想用他当诱饵 把潜伏在祖寺镇的 共党间隙 全部给引出来 碧莱啊 你是个将才 这次行动 就由你来全权指挥 多谢师祖器重 嘉异已经做好了 你试一下 如果不合适 还可以改 好 谢谢 那我拿回去试一下 来 啊 不是说好劝祥招安 怎么突然调这么多军队 去围剿万虎山呢 老二劝老大招安 那都是扯淡的事 老太爷已经交代了 要想搞尽他们兄弟 就得靠真家伙 那让我们等在这儿干嘛 还怕屋里这个女人跑了呀 我跟你说啊 老二已经上山了 如果不控制他喜欢的女人 那不就肉包打狗一去不回吗 咱就把他喜欢的女人控制住了 就不怕他兄弟跑了 明白吗 逃不出手劲 走吧 大人太强烈了 大人太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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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崎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时候几骨会不会是因为她要出嫁了 心里边特别高兴啊 不是 我怎么觉得这鼓声越听越像是女人在哭泣 我听出来了 这套赵回令的古经啊 讲的就是乡女的丈夫 图语不测 于是她登上鼓胎 几股汉夫啊 地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汗 你听到什么了吗 没有啊 我听到鼓声 像是线在打鼓 你心里想的吧 你想朋友想疯了是吧 真的是馅儿 时候不早了 咱们得抓紧时间 上万虎山 驾 驾 庞副官 庞副官 庞财 报告庞副官 共党两名药犯 在鸭蟹途中 被万虎山的刀匪劫走 其中一人 现已查明就是中共派来的特委书记秋风 师座命令你 无论如何又将此人引渡下山 势必给公匪一个致命的打击 情况突变 事关重大 师座命我 随你一同前往 好吧 出发 驾 驾 柬 主席 主席 这 给我 这 什么 只来 天快黑了 外面兵荒马乱的 就不要出去了 我不希望我的女儿介入政治 什么时候 都不要加入任何党派的争斗 那您当年追随孙中山先生 你们那个同盟会 就不算党派吗 摸索老眼从头看 你们只有青山无骨筋 往事不提也罢 咦 志兰 这么晚还出去啊 我听见外面有军号声 还有噼里啪啦的脚步声 就出来看一下 好 部队的行动 竟好到乡亲 实在抱歉 是因为保镜民团的徐麻子 抓到了共党的特委书记秋风 从马蹄寨小路押送到祖寺镇来 市长怕红军游击队半路上面截人 所以就派我去王村接应 秋风 他是在长沙当过老师吗 秋风 在女子师范学校教书 对了 你不是在那个学校上学吗 是 一个教书先生 怎么变成特委书记了 好 这个问题 我可以安排你当面问他 反正我明天就把他押回来了 那好 功务在身 不能陪你说话了 先走了 好 走 中司令 中司令 老天呢 敌人重新调整了部署 把主要力量 用在对付我红军游击区的封锁上去了 新增加了大大小小二十几个关卡 意在切断我红军与黑军会之间的联系 糟了 如果山火同志不能尽快解救特委书记 敌人将很快 封锁万火山了 那现在怎么办 马上集合队伍 不惜一切代价 突破敌人封锁线 向万火山增援 精英特委书记 是 二少爷 明明共党的特委书记还没抓到 你却将三十二师兵力调整部署的消息 故意说给沈小姐听 马皇听不得水响 我不用石头试一下水的深浅 他自己能跳出来吗 对了 你赶紧派人把他给我盯紧了 一步也不许离开 听明白没有 听明白了 二少爷 您放心吧 我一定照办 大刀把子 大刀把子 寻山的弟兄 抓住两个夜闯万火山的 两个什么卵人 离开 身上搜到 把两人给老子带上来 快点 是 快点 带上来 快点 是你 松宝 这深更半夜的 你跑到老子的地盘上 干啥来了 遭亲戚 遭亲戚 二当家到 大刀哥 大刀哥 二罗子 老王 是你小子 真是你啊 太好了 真是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啊 罗师公 好酒好肉 给他们摆上 犒劳犒劳他们两个 这马跑得久了 也得歇歇 这走平路啊 四条腿比两条腿管用 这走山路啊 两条腿比四条腿管用 那狼虫虎豹都是四条腿 比上坡 你跟他们比比试试 队长 我说的是马 你怎么给我扯到 拆老虎豹了 人家说我老憨 憨 我说你 比我老憨 还要憨 我就喜欢跟你这憨子在一起 要多憨有多憨 不过婆娘也是这样说我的 队长 早几年你娶的那个 婆娘大名叫石县吧 对啊 有问题 有什么不好 有什么不好 你听我说嘛 名字没起好 女人应该叫珍 男人叫馅儿 这个馅儿传进这眼里 真和馅儿才能搞在一起 你太逗了 人才难得 跟你说个正事 我叫你联络当地同志来万虎山接应 你联系了吗 报告队长 我早就联络好了 咱们这次上山执行任务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我老憨办事你还不放心啊 没想到你过山虎 也有细心的时候啊 那是 我是谁啊 二楼子 那张使长 狗眼看人低呀 我龙教天这个人头 怎么才是万八块大阳啊 太小看人了 那 你要多少啊 大头和山虎 都是一万块大阳 我年纪大 辈分高 至少要比侄儿们 多个百八块才行吧 应该的 应该的 那怎么搞的嘞 侄儿们年轻力壮 当然应该比龙叔悬赏多才对啊 三狗子 是你这个杂种啊 你看看这是谁 三狗子 二罗子 走 三狗子 大大大了 我还以为 只有在梦里才能见到你呢 大哥啊 大哥 兄弟啊 好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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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哥三 真是大难不死啊 必有后福 对 我三狗子 到阎王殿走了一圈 阎王老子跟我说 咱们兄弟三个 不能分开 朱一脚呀 又把老子给踹回来了 我还在南京的时候啊 夏儿天天为你们烧香祭拜 回到镇上第一件事 你们猜怎么着 请风水先生 给你们俩超选坟地呢 那不是何人怒了吗 人家都说呀 三个女人一台戏 你们三兄弟聚到一起啊 叽叽喳喳 风风没响就开眼了 千事万事 吃饭是大事 咱对不起谁 也得对得起自家的杜将军哪 对啊 大刀霸子说得对 咱们先吃饭 今天咱们喝个痛快 好 好 走 走 阿爹 夏儿来了 他这儿想见您 就说我不舒服 歇了 阿爹 您是夏儿最敬重的人 您就去陪他说说吗 说什么呀 让他嫁成如 还是嫁珊瑚啊 对我来说 手心手背都是肉 他如果知道了 珊瑚还在人世 我岂能逼他 一定要与成如举行婚礼 爹 您说他们俩生病 已经煮成熟饭了 我刚才问了馅 没有这个事 这只能说呀 是成如他撒了谎 两人相依为命 与患难中见真情 难得呀 情之所致 可以体谅 也许成如因为 害怕馅儿离开 才这么说的 既然生米没有煮成熟饭 那就应该把馅儿 还给珊瑚 我所说的生米熟饭 指的是男女之情 成如本来就有碍着馅儿 紫珊瑚掉下天门崖后 成如和馅儿相依为命 生活在异义相三年 他们的情感更加血肉项链 如果按馅儿说的 还没有走到那一步 我对成如 我对成如就更加敬佩 真男子也 你想一想 三年之中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分明是柳下慧 官云长在生啊 两个男人都爱着馅儿 说起来呀 也是馅儿的福气 这事啊 还是由馅儿自己决定吧 嗯 命运啊 就是爱捉弄人 任世间 在一个情字了得 看来我的女儿 愁绪满腹啊 芝兰 你也该考虑自己的终身大势了 爹问句不该问的话 你 是不是有心上人了 爹 你说什么呢 站起来 站起来 这一不过年的 二不过节的 为什么要挂红灯啊 大当家交代他 今晚万虎山 有喜事 喜事 这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 我们也去热闹热闹 别乱动 搞得大当家的不高兴了 小心把你们剁了喂狼 在这看着 走 上来 走 走 皇帝请客 自己做上 我是万虎山大当家的 今天 我就坐这儿了 左青龙 我的二当家十大头 右白虎 二罗山虎 你是老汉吧 坐那儿 谢了 我不上桌 我和兄弟们一块吃 端什么架子嘛 快坐下 你是山虎的兄弟 那就是我龙教天的朋友 快坐 好 我听大当家的 你上哪儿去了 我闹肚子 上茅厕去了 要他娘吃饭了 还上什么乱茅厕 赶快的坐那儿 谢谢大当霸子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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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在不舒服 去吧 龙叔 坐 莫管他 让他去吧 月唤星宜 给赴年 三把半箱 烧破天 大刀关帝 为先祖 忠肝义胆 代代传 待 待 老五回来了 带了个好口子 两头很肥很肥的肥猪 好啊 搞过来看看 老五 带上来 快走 老五啊 带了一个老的 还有一个小的 这两个是什么卵人哪 回答道霸子 那个老的是做药材生意的 我一看这卵人 就知道他身价不一般 你看 那瘦子像猴的呀 是他的伙计 这个老的还可以搞搞 那个小的就免了 都说乡齐土匪厉害 没想到一踏上这片神奇的土地 就给我们美人来了个黑麻袋捅人的见面礼 真是土匪窝里出土匪啊 原来大当家的飞刀也有走偏的时候 好胆量 不是我的飞刀走偏 是我不想杀你 我想杀你 飞刀早就从你的喉咙穿过去了 在老子这儿 你要是不想死的话 就不要听那个匪子 闻到酒肉香神仙也跳墙 这正好有个空位 我来陪你喝几杯 滚 空位子再多也轮不到你坐 滚开 等等 让他坐上来 今天我龙堡高兴 我让你坐上来 陪我喝酒说说话 我在这山窝子里边待太久了 你说说你们城里的心 这件事 要是让我高兴了 没准还会放你一条生路 老五啊 你说这个人是搞什么路子的 他说他是长沙福寿堂的邱老板 福寿堂 那可是长沙有名的老字号药铺 邱老板带着两个伙计 到湘西采购药材 再保镜落到了 曲麻子的民团手里 曲麻子怀疑他是共产党 派人把他押到祖祖镇 搬到上啊 被狼子劫了下来 龙叔啊龙叔 你说你这手底下的人 吃饱了咸的没事干 净办蠢事 一个药材铺的老板 逮上山来干嘛呀 上湖啊 你看这个卵人 你看这个卵人 滋滋纹闻 细皮嫩肉 还穿件长袍 一看就是个十文断字的 这一看就是头肥的 是个好口子 我肯定要逮的 这个打劫 咱们兄弟也是迫不得一点 可这通常来讲 都不虐待苦主啊 这怎么带起这么大个铰链子 这铰链子是曲麻子 事先带好了的 不知道他娘们用的 什么卵铁匠打的铁链子 居然砍都砍不断 这砍不断 是啊 你姓邱 是山丘的丘 还是加个耳刀旁的丘啊 我姓丘 丘天的丘 百家姓里有这姓 兄弟 这就是你少见识了 就知道赵前孙礼 不知道丘仲一宫 丘姓在百家姓中排名 可是比你姓武要前十三位 丘仲一宫宁求鸾鲍 甘斗丽荣足武 这才轮到你们武姓 你怎么知道我姓武 长沙城里卖臭豆腐的 收鸭毛杂货的 谁不知道我秋半仙呢 天闻地理 侧次看相 文武昆乱不挡 独步似水三乡 那你不好好待在长沙做你的药材生意 跑到我们这万虎山来干什么呀 你们以为这个万虎山是个神仙宝地啊 除了野兽 就是你们这些个土 好汉 这鬼地方就是八抬大教抬我来 我也不会来 是你龙大叔的手下把我抢上山来的 我脚上带着铁链子走不动 他们就把我往麻袋里一塞 像扛野猪那样把我扛上来的 姓丘的 老大 我想拿你这个人 换点钱粮和药材 只要这些钱粮和药材送到 我就让你平平安安地回去 在这个冬日的清晨 又听见一阵阵烈马四鸣 像地下老娘去住道和墙 挂上他兄弟 手牵手寒风中踏上 正常 马三树水 大灯彩楼 我 斜方的熟悉语言 冷得有 你一年无来 我一年也等待 一年也无来 我两年也 要是不能锁炼 不可以啊 为了新年 兄弟哪怕流进最后一滴血 为了姐姐 哥哥 用生命组成 铁血防线 拼了命 为的是还能 看一眼假装 等待的姐姐 你一年无来 我一年也等待 你一年无来 我两年也等待 要是你不得 算也不可以啊 你一年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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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年无来